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希望你喜欢 他们是表兄妹 他们在老村庄一起长大 他们两家的祖先都是工作心情习惯良好 而且已使他们的村庄成为全省最好的榜样 虽然他们一生下来就预言会结为夫妻 但到他们宣布要结婚时 却为亲戚们所劝阻 他们害怕这两个健康的孩子 会遭受血统上的杂婚 畸形儿的痛苦 因为几百年来 他们两座杂婚所生的后代 已有可怕的先例 易嘉兰的一位姑妈 嫁给老邦迪亚的一位叔叔 生了个儿子 一生都穿着宽松的带型裤子 他活到四十二岁时 仍是独生童子 因为他一生下来 就有一条螺旋锥形的软骨尾巴 尖端还带着一小搓毛 这条猪尾巴 不得让任何女人看见 但他的一位屠夫朋友 为了他好 用一把切肉的大材刀 把他切除了 他因此而送命 那时候老邦迪亚 才十九岁 正是怪念头最多的年龄 他以一句简单的话 解决了这个问题 只要生下的孩子会说话 我不在乎生一群小猪 因此 他们结婚了 庆贺的鞭炮与锣骨 联想了三天 如果不是易嘉兰的母亲 以预言 他们会生下罪孽的孩子 来恫合他 甚至劝他不要远房 他们的婚姻 本来是可以 从此幸福一生的 易嘉兰 为了怕他 那强壮任性的丈夫 趁他睡觉时强暴他 上床前 总要穿上一条 妨碍活动或发育的内裤 那是他母亲 用帆布制作的 并且还系上交叉的皮条 前面又用厚厚的铁扣封住 他们就这样 共同生活了几个月 白天 他照顾斗鸡 他 则同母亲 一起刺绣 晚上 他们小两口痛苦地 剧烈扭滚在一起 好几个钟头 似乎是借此 来取代做爱 到后来 大家都直觉地认为 情形不妙 谣言说 他丈夫是姓无能 以至易嘉兰结婚一年后 人是处女 他丈夫 是最后听到这个谣言的人 你看人们放出了什么样的谣言 易嘉兰 他跟他太太冷静地这样说 随他们去说吧 他说 我们自己 知道那不是真的就行了 往后的六个月 情形依旧 直到一个悲哀的星期天 邦迪亚的斗鸡 赢了亚奎拉 输家因为斗鸡失败 而气氛不堪 他退离邦迪亚 蓄意要让斗鸡场的每个人 都听到 他对邦迪亚说的话 恭喜恭喜 他大声叫着说 也许你的公鸡 对你太太倒帮得上忙 邦迪亚 面容严谨地 抱起他的公鸡 我马上就会回来 他告诉大家 然后 对亚奎拉说 你回家去拿武器吧 因为 我要杀你 十分钟后 他带着 他祖父的凹月形 尖头长矛回来了 半个城镇的人 都急在斗鸡场 亚奎拉 则在斗鸡场的门口等他 对方已来不及自卫 邦迪亚 以牛样的气力 和首次 与他祖父 在这个地区 消灭美洲湖的那种 对目标的准确瞄准 用长矛 刺穿了 亚奎拉的猴头 那个晚上 当人们 正在斗鸡场首尸 邦迪亚 回到家里 走进卧室时 他的妻子 易嘉兰 正在穿他那条 针钞裤 他把矛头指向他 命令说 把他脱掉 毫无疑问的 易嘉兰 对丈夫的决心 很清楚 后果 你要负责哦 他齐齐爱爱的说 邦迪亚 把毛 插在泥地上 如果生下大蜥蜴来 我们就把大蜥蜴养着 他说 但陈镇里 不会再因你 而有凶杀事件了 这是个 清朗的六月夜晚 凉爽 且有月光 他们在床上 嬉戏狂欢 到天明 微风 将亚奎拉 亲人的哭泣声 吹送到卧室来 他们默然以对 毫不关心 这件事情 被认定为 光荣的决斗 但他们两个 心里都受到 良心的责备 一天晚上 一家兰睡不着 走到院子里 去取水 他看见 亚奎拉 在水缸旁 他的幽灵 飘浮 面容凄惨 正用一个 芦苇筛子 在塞他 喉头上 那个洞 这件事 并没有使他 感到恐惧 只是同情而已 他回到屋里 把他所看见的情形 告诉他丈夫 但他不太在意 这只表示 我们受不了 良心上的压力罢了 过了两个晚上 一家兰 又看到了 亚奎拉 那是在浴室里 他用那个 芦苇筛子 再清除 他嚎头上 流出来的污血 又一个晚上 他看见 他走在雨中 由于他妻子的 这些幻觉 使他恼怒 邦迪亚 拿着长矛 走进院子 撕着 面容凄惨地 站在那儿 你滚到地狱去吧 邦迪亚 对他大叫 只要你回来多少次 我就再杀你多少次 亚奎拉 没有走开 邦迪亚 也未敢 把毛直出去 从此以后 他睡不好 他为死者 在雨中看他的 那幅非常孤寂的表情 还有死者 对生者的思念 以及在屋里 到处找水 来浸视他的芦苇筛子 和清洗伤口 那种焦虑不安的样子 深深深感到痛苦 他一定很痛苦 他对宜嘉兰说 你可以看得出 他是多么的孤寂 他很受感动 又有一次 死者揭开炉上水壶的盖子 他了解他在找什么 从那以后 他便在屋子四处摆些水壶 有天晚上 当邦迪亚发现 死者在他的房间洗伤口 他忍不住又说话了 雅魁拉 好吧 他告诉他 我们打算离开这个城镇 尽量走远些 我们不再回来 你现在 可以安心去了吧 这就是 他们要翻山越岭的原因 我们不再回来